今年的流感疫苗到底缺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到的是原先因为不够 那么人人抢打的情况之下 就说50到64岁的这个年龄层 先喊他等到了12月之前 11月底左右吧 大概能够追加到足够的疫苗 再来重新恢复施打 但今晚一开始给您看到这个讯息 可能让大家要哀叹一口气了 因为国光公司就说了 疫苗需要的是特殊品种的弹机 但是今年的弹机 可能早就已经超零或变成了基金了 换句话说 现在就算你有钱要追加 恐怕都不可得 难怪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疫苗严重的不足 于是又有一个里长今天好激动 居然抄着棒球棒 直接杀到了指挥中心 去要个答案 好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公不应求 机关署想再添购疫苗 但国光表示 疫苗生产只能用特殊品种的弹机 从饲养到下蛋 必须六个月全程符合标准 因此今年使用的弹机 可能早就已经抽零或变成基金 那么国光表示生产的疫苗 都是使用鸡胚蛋制造 生产疫苗的鸡蛋都必须是特殊品种的鸡 台湾只有三家养鸡厂 有试用的品种 而且必须在前一年的六到七月 就要跟养鸡厂来签订合约 敲定需求量之后 养鸡厂才能开始孵小鸡 经过六个月饲养之后 生的蛋才能使用 而且母鸡超过六十周 就已经是老母鸡 下的蛋品质不太好 也不太能使用 因此去年为今年制造流感疫苗 专门饲养的这批蛋鸡 可能已经做成了基金或其他用途 即使母鸡还在 但因为熟龄鸡生的蛋 也不能使用 新北板桥文翠里的里长 拿着球棒跑到疾管署抗疫 里长说早在八号预约 并传讯息给领长 二十号开始施打流感疫苗 里民六十五岁以上长者有七百人 但疫苗只来了一百剂 按照去年接种人数打两三百人 疫苗明显不足 那这边我们当然也是致歉 社区设站原本预估的这个量 事实上在现在来说 都不太能够分配的足 据说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大概接种率可以到五成二左右 那但是幼儿这部分 事实上目前还距离这个目标值 还落后 社区设站限量供应接种 计量不一 除了防范流感 指挥中心公布三名境外移入个案 案五四一二十多岁 菲律宾籍女性 案五四二二十多岁 菲律宾籍男性 两人十月五号入境台湾 十八号集中检疫期满 二十号确诊 汉治两人搭同一班机 有十三人 另外同班车接触者 三人都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案五四三是五十多岁 本国籍男子 十月五号在菲律宾 就有发烧肌肉酸痛等症状 十月十五号诊断出肺炎并裁检 直到十月十九号确诊 但他十八号就入境台湾 上机前还不知道自己是阳性 这位他在登机前是没有两脑发烧 和案五四三搭乘同班机的乘客 前后两排十五人居家隔离 机组人员因为有防护 列自主健康管理 目前重症患者大约占一成 已五十岁以上 有慢性疾病患者居多 面对疫情还是不能大意 东西新闻潘炳章 黄建伦刘一晴在台北报道 来看到知名的减重中医 明师诊所赫然传出了 七年赚了五亿多 居然还做假账 涉嫌逃漏税 根据目前的检请掌握到的状况是 他们包含了医师 可以月营收高达五十万元 然后却申报每月所得只有仅仅两万 那也未免差太大了 因此我们看到了 包含了院长在内的六名医师 以及院内的会计 通通遭到法办 知名连锁中医民师诊所 报出集体逃漏税 从二零三年至今七年 高达五亿元的营收 通通没有报税 要逃漏税吗 要逃漏税 要怎么被抓来呢 虽然声称自己 没有逃漏税 但检方认定 他们涉犯税捐基针法 商业会计法和伪造文书坠协 指挥调查局搜索 包含钟永和的诊所等十五处 约谈共十一人道案说明 经过检方漏夜征讯 预令创办人李一红 以两百万元交保 至于他的弟弟等其他六名医师 则是分别以一百万交保 其他会计人员在应讯后 从证人身份改列被告 讯后各以六万到八万元不等交保 戴着口罩低着头 面对媒体拍摄赶紧小跑步离开 检方调查以减肥瘦身 闻名的民事中医 七年来多鼓励患者购买埋针 减肥药或疗程等自肥项目 却要求会计人员分为逆外症 以逆自肥收入压低报税金额 每位医师十几年收入 几乎都超过五百万 被爆出逃漏税争议 实际回到诊所 除了照常营业外 还有不少患者前来就诊 可能还是要守法一点 对人民上面来说就是缺乏一种信任感的部分 还会想要来这边消费 不会啦 我不在意啊 反正我有说就好了 患者对于诊所涉嫌做假账 想法不一 至于诊所究竟有没有为了赚钱 钻报税漏洞 司法都还要再进一步调查离清 中森新闻 SNG小组赖位与赖普者 廖峰祥孙远将在台活动 来看到车市的最新一股风 休旅商机大爆发 除了跨界休旅之外 今天晚上我们带大家来看到是价格比较亲民的 我们看到是乡市休旅 它也再度掀起了不小的话题 就来看到目前台湾市场上的三大国旅的MPV 论空间论性能一点都不输给跨界休旅 车毯吹SUV风 但有着收履特质 空间表现也不逊色的MPV再度掀起话题 便利的电动门再加上低地板大开口的后座设计 所以上下车来说都可以说是相当方便 就是要满足家庭中各个年龄层的乘客需求 滑门碰到手一秒自动弹回 座舱内还有16个置物空间 座椅要一排到三排自由变化 Toyota畅销MPV车传出将在2022年 推出改采TNGA底盘的新车 它其实是非常适合家里的第二台车 我们看市场上有主力品牌的这些小的MPV 它是接送小朋友或者是都会的时候买菜 这个都是上下车方便 心理相控间也很大可以灵活变化 同样百万内就能入手的国产MPV还有KIA 车门打开来LED迎冰灯凸显质感 333分离座椅能完全打平 前面的小抽屉出风口一开变身迷你冰箱 拥有141.4匹马力和34.7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它的低底盘的设计 MPV的车型会比较适合家庭旅游或者是出去露营之类的 要抢工大家庭市场 纳志杰搬出这台 银色外形搭上车内超大空间平均油耗11.8公里 媲美头等舱等级的真皮奥特曼座椅能左右滑移 让中间空出一条走道 而五段式已被倾斜角度没限制 还能直接180度躺平 小而巧的高机能性 在小众化的MPV市场 仍拥有一票死忠的拥护者 东森材电新闻 洋昌台北采访报道 那看到现在呢 不止车市房市也是强强棍的 但您喜欢买的是城屋还是预售屋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 来 下面这段报道 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四大陷阱 就是消保会 根据他们接收到来自消费端 整理出来的前四名 我们为大家特别画出其中两个重点 分别第一个就是车位 车位的高度你得问清楚 记清楚 搞清楚 免得买的车位车子停不进去 那不是糟糕了吗 第二就是房子的保固 法定保固年限是15年 有没有被动手脚 有人是会动手脚去缩短这个年限 合约上面也要看得清清楚楚 当然除了我们看到的预售屋之外 今天我们给大家来看到 这么抢手的平价宅 在哪里呢 在细致 随着这个捷运细致名声线 他们通过环平之后 细致的这一处的平价宅 差不多是28平 然后它的位置还蛮特别的 走路到这个南港展览馆站 捷运站这个地方7分钟而已 但售价就是比捷运站周边 每一瓶要便宜了15万 一上架有12组要来抢买 砖红色外墙的模型社区 虽然门牌挂的是细致 但其实距离捷运南港展览馆站 走路只要7分钟 总价1168万 比起同洞社区还打了9折 方正格局28平的空间 标准的三房两厅 如果是小家庭来住的话 其实刚刚好 重新棄构的白色墙面 还有几乎全新的厨具 走的是简约风格 单瓶价格35万 比起同洞大楼便宜大约5万块 摊开地图 社区出来就有传统市场 跟便利超商 往北二高或是环东大道 都只要5分钟 但如果是靠近捷运站 单瓶就要50到60万元 跟瓶价宅相比 就差了至少15万以上 每周差不多30到40组来看 对那现在目前登记的部分 有12组已经登记了 大概月底 我们现在还是以九层为目标了 60户里面 其中有大概有45户 是要抽签 就超过两人以上登记 那最热门的 大概有将近20户在台南 这都是很平价的一个住宅 细子房市露出曙光 就连名声细子县的周边路段 也有不少购物组抢进 包含沿线经过的康宁街 福德一路以及大同路二段等等 今年比起2018年 涨幅都至少有2% 最高还有8% 每平的价格也稳占三次投 全台房市熊滚滚 买气从蛋黄区 夯到蛋白区 自助客或者是投资客 也都纷纷出笼 东森台经新闻小主 杨昭新北再放报道 我们再来看看西门町的翻转 变得很不一样了 今年我们看到受到疫情的影响 当然还有国际局势 凡此种种 西门町的背包客少了 路客少了 过去营运而生的 包含了卖纪念品 卖小物件的 甚至是所谓的药妆店等等 主要大宗是这一些 但是客人不来怎么办呢 如今摇身一变 什么店进来了 你看到台式的炸鸡店 他们改变了现在 西门町的风貌 限点限炸的咸酥鸡 超级疗愈 如今疫情冲击 业绩惨淡的西门町商圈 也要透过咸酥鸡 再次大洗牌 打破子机玩接单以后 这边就是安居 工人还在装潢赶工 预计这周末就要试营运 台湾咸酥鸡进驻西门商圈 选载超大三角窗 过去黄金店面一味难求 如今观光客全没了 房东租不出去 只要回头找上 曾经擦身而过的那个他 这间店面刚好也很巧 在三年前我们要租没有租到 那三年以后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就来问我们 要不要来出租这家店面 那我们就很高兴的 就把它租下来这样 三年前想要自费装潢 还租不到 现在房东退让 不用整栋租下 22坪一楼空间 月租45万 合约一千就是十年 而且西门町流行的柱子摊位 在这新店面有五根 过去每根柱子月租六万元 如今这黄金柱的空间 行情价三十万也保留下来 同样是咸酥鸡 外来店的还有这家 以算位为招牌的师员 一年多前插起西门町 主打的也是在地客 还有激光香香机 过去是日韩客最爱 现在也以台湾消费者为主力 炸鸡店锁定西门町拼人气 市员虽然在商圈外围 但相对不用人挤人 激光香香机 则是距离捷运站最近 豪大大鸡排也位于淡黄区 如今台湾咸酥鸡 也选在醒目三角窗开店 因为疫情所以会产生结构的改变 对啊那有好的店进来 那对于整个新门町的生态 是良性的发展 激光和豪大都对自家品牌 有信心乐见良性竞争 希望把市场持续做大 等到疫情解封 观光客回流的那一天到来 东西新闻附加新李华先生 台北三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